早在8月31号 一项由加州30名立法者 共同发起的AB2596提案 在参议院以77票赞成 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并于9月13号递交给州长 而就在今日 加州州长必须做出 是否签署此法案的决定 从选民的呼声 以及参议院的票刑来看 州长加文纽森 没有理由驳回这项议案 基本可以确定 州长大笔一挥法案成立 而这项法案 将会创造一个 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 那就是中国农历春节 将会成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法定节假日 其实加州早就有把 中国春节升级为 本周法定节日的想法 按照往年的惯例 州长都会在每年春节 发一份声明 宣布春节的到来 与加州各社区朋友 一起迎接新年 倡导该提案的组织表示 农历新年有4000年的传统 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都会为此庆祝 作为美国最多元化的加州 自然也会非常乐意 将这一传统节日 纳入法定范畴 根据提案的摘要 该法案将废除要求州长 每年宣布农历新年的规定 而是直接将农历新年 变为法定假日 这也就意味着 该法案将授权州雇员 在农历新年获得8小时的假期 一旦州长签字则意味着 AB2596提案成为法律 农历新年将正式成为 加州法定的公共假期 届时 全州的州政府办公室 公立学校都将关闭 一起享受远离工作场所的一天 说起这个提案的诞生 我们首先要感谢 加州动议员埃文罗 宁为是他带头起草议案 提交至州府 当然背后更离不开 加州亚裔社区的共同努力 据悉 为促成农历新年定为 加州法定假日 包括亚洲法律联盟 美国华人历史学会 在内25个亚裔美国和太平洋 岛民旗下的团体 进行了联合的行动 埃文罗曾经公开发言 我很自豪地提出 将农历新年定为 加州节日的AB2596 加州是美国亚裔 美国人人口最多的地方 亚裔美国人 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人口 农历新年 是亚裔美国人的 文化庆祝活动 承认农历新年为周假日 对数百万加州人来说 意义重大 加州亚裔美国人 和太平洋岛民立法核心小组 也曾表示 大约三分之二的亚裔美国人 和来自中国 越南 韩国 马来西亚 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 非亚裔都会庆祝农历新年 这一活动已经成为 一年一度的全球活动 考虑到它的重大影响 农历新年假期 将使更多的家中人 承认和尊重这一重要传统 展示这个节日 对加州的价值 确实 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有数百万人 在美国庆祝农历新年 随着亚裔人口的持续增长 这个数字只会增加 但目前 全美50个州 加一个华盛顿特区 尚无为全州居民提供 农历新年假期的先例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在美国有五个公立学区 将农历新年设定为指定假期 不过跟数百万 分布在全美各地的 亚裔群体来说 确实覆盖面太小了 其实农历春节不仅在美国 但世界各地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今在许多国家 政要们都已经习惯 在中国年 用汉语道上一声 恭喜发财 在各地春节走劫的花车行列里 也越来越多的看到 其他族裔 欢天喜地凑热闹的身影 甚至有些国家 早已把当天 设立为了法定节假日 尤其是众多东南亚国家 本身就有过春节的传统 如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文莱 印尼 这些国家的春节文化传统 基本上都由国内华原社区带入 沿袭中国南方的 捕碎习惯 新春武师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许多政要都对给省尸点睛乐此不疲 除了亚洲以外 非常有意思的是 有两个距离遥远的国家 竟然也把春节定为了官房假期 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国家 同样是有强大华人社区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是南美洲东北部的苏里南 另一个是非洲印度洋岛国 毛里求斯 苏里南于2014年正式将春节定为公众假日 而华人众多的毛里求斯也将春节定为国家之一 早在今年2月 联邦众议员孟昭文提出一项法案 如果通过 农历新年有望成为第12个美国联邦假日 不过 这可能是一场漫长且艰苦的战斗 但是现如今 加州已经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州 相信接下来纽约州 华盛顿州等华人聚集的地区 也会相继成为第二个 第三个将春节纳入 法定节假日的州府 届时 我们可能将会有更大的胜算 最后 还是让我们向加州的华人同胞们 投去羡慕的眼光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ュma li x2 呗 联系 转 转